瘦肉精 瘦肉精是含有風險的 那這個風險台灣人原本不需要承擔 吸毒就是吸毒 不管吸多少毒都是吸毒 我們絕對反對瘦精 是零檢除的 一定要零檢除 一個國家要扮多高的願意 就是要爭取要守護人民的權益 在高達有八成的民意反對之下 仍然要來開放美國含有瘦肉精的肉品進口 本黨堅決反對 這個瘦肉精是為了增加商業的一個利益 這些添加物根本就不需要 也沒有必要存在這個食品裡面 更不必要讓民眾來直接去承擔健康的一個風險 民進黨團再次重生 只有零檢除 瘦肉精只有零檢除 不要讓瘦肉精這樣發言 真的全部非常不要 此一政策默示專業 唯必民意 將國民健康置於未知的風險當中 覺得他把我們當傻瓜 但是我們不想當傻瓜 我們台灣人不是笨蛋 全國上下一條心 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民間團體 大家團結起來 向美國人要求說 我們要跟歐洲人一樣 吃到沒有瘦肉精沒有荷爾蒙 那種等級的牛肉 對於所有的肉品 絕對不能含有瘦肉精的這個立場跟態度 我們維持一貫的這個原則 國民健康 不容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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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弄民意 以及玩弄國民的健康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政府有一點像詐騙集團 為了個人的政治籌碼 或是過去的一個政治交易 來忽略掉國人的健康 我們可以去紅色